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粤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考虑将他的运动服饰公司私有化 码头在2023年的房地产销售和利润不佳后 预计在中国将面临更多困难 中国股市开始在各个行业中见证牛市的出现 今日股市、亚洲股市在美国通胀报告公布前大多上涨 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进入中国期待已久的电动车市场 推出ASU7 请大家收看 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考虑将他的运动服饰公司私有化 南话早报 中国运动服饰公司李宁正在考虑从香港交易所退市 以潜在的收购方式 这是在市场疲远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系列类似举动之后 据称 该公司创始人 中国亿万富翁和奥运冠军李宁正在考虑带领一个财团收购该公司 李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价在报道后上涨了20% 码头在2023年的房地产销售和利润不佳后 预计在中国将面临更多困难 南话早报 香港地产商九龙仓集团表示 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低迷很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九龙仓去年的总房地产销售额下降了44% 扣除条款前的净利润下滑了9% 九龙仓指出 中国内地的皮远房地产市场和消费者信心皮弱是恢复缓慢的原因 由于市场前景不佳 该开发商自2019年以来未在内地补充土地储备 中国股市开始在各个行业中见证牛市的出现 彭博写 中国市场在新旧经济领域都出现了牛市 几个指数从最近的低点上涨了20%以上 这被认为是对投资者的一个积极信号 他们对习近平主席实施的加强经济和市场的措施感度乐观 中国成长股指数中小板指数是周一最新达到这一里程碑的指数 其他达到这一里程碑的指数包括中正300电讯和信息技术指数 高盛可再生能源股票男子指数和MSCI材料指数 恒生科技指数在周二接近达到这一里程碑 今日股市、亚洲股市在美国通胀报告公布前大多上涨 美联社 周二、亚洲股市普遍上涨 等待美国通胀报告 该报告可能会影响美联储削减利率的计划 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0.1% 从创纪录高点回落 此前有全然清央行将提高负利率基准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 房地产开发商和科技公司领涨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4% 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进入中国期待已久的电动车市场 推出SU7 南华早报 小米已开始接受其首款电动车 E3的订单 并表示将于3月28日开始交付 SU7轿车可以在展厅中查看 但小米尚未公布价格 该车配备自主驾驶系统和数字座仓 还搭材料自主研发的Hypergine电动马达 最高转速可达每分钟21,000转 汇丰估计该车的价格可能在人民币20万元 31,000美元 至30万元之间 而界面新闻称该车的价格可能在人民币25万元 至37万元之间 印尼将驱逐一名被指控参与9,000万美元 投资诈骗的日本男子 美联社 日本男子山奇预计被指涉及一宗价值9,000万美元的 投资诈骗案 已在印尼被逮捕并将被遣返回日本 山奇是日本的西山农场公司的高管 该公司在2019年2月因涉嫌诈骗而倒闭 山奇于2020年2月离开日本前往香港 并在2022年被列为国际刑警组织的蓝色通报的逃犯 预计他将乘在日本航空的航班飞往东京 在另一起诉讼中 山奇和其他人被命令支付约220万美元的赔偿金级投资者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如何改变了香港 彭博社 中国通过实施国家安全法 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导致数十名反对派人士被逮捕 新闻机构被关闭 该法对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 勾结的行为进行懲罚 可判终身监禁 适用于香港居民和外国人 此举使香港能否保持承诺的高度自治 和独立司法受到质疑 香港政府计划在2024年通过自己的安全立法 提供更多工具来压制意义 这项立法是对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的回应 该抗议活动是由一项 允许人导致中国大陆的法案人发的 抗议活动导致反对派政治家 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但国家安全法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之前生效 导致亲民主派抵制选举 投票率低迷 美国、英国和欧盟指责中国背叛移交协议 并实施制裁 市场即时报道 新资增长放缓 但希望降息仍在最新消息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官方数据 英国在截至1月的3个月内的工资增长放缓 这可能会促使英格兰银行降息 除去掌金的常规工资年增长率为6.1% 低于去年12月的6.2% 也低于分析师预测的工资增长率不变 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制定者表示 他们希望看到工资增长放缓的迹象 然后才会考虑降息 失业率在截至1月的3个月内 也上升至3.9% 美国加强对中国激光雷达技术的审查 日经亚洲 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自动驾驶技术公司激光雷达全感器制造商 Hasai Technology正受到美国对中国在连接汽车领域 取得进展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关注 白工已宣布将调查连接汽车 担心中国政府补贴的汽车可能会涌入美国市场 并通过激光雷达全感器获取敏感数据 这些全感器具有潜在的军事应用 作为这些全感器最大的制造商之一 Hasai已经看到两家顶级游说公司中指料 与该公司的合同 中国平庄水巨头农夫山泉因抵制呼吁而下跌 彭博社 中国饮料公司农夫山泉在杭州 Hasai集团创始人去世后面临中国消费者的抵制 这场由民族主义网民在本地平台上发起的抵制活动 使农夫山泉的股价下跌 凸显了国内企业在外国环境中面临的挑战 这场抵制活动也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挑战 因为政府正试图恢复受到监管打压和经济不稳定影响的国家私营部门 小米股价大仗 创下一年来最大涨幅 此前与特斯拉展开对决 雅虎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将进入电动车市场 推出其SY7系列 该公司与国有企业北京汽车集团合作 将于3月28日在29个城市开始销售者赏车辆 小米以其价格实惠的手机而文明 已经致力于电动车项目三年 富士康工业的股价狂飙100% 可能会在中国人工智能热潮下延续 彭博社 中国的投资者正在大量投资台湾人工智能 服器制造商红准精物 而不是投资于本地公司 该公司的股价自一月中旬以来已经翻了一倍以上 表现优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制造领导者中心国际 红准精物是中国上市的少数台湾半导体公司之一 香港水管工人在巴黎奥运会梦碎后转行当教练 南话早报 张卓文是一位白天当水管工 晚上当霹力舞者的人 他希望能够帮助发展香港下一波的霹力舞才华 将在去年12月的世界舞蹈运动联合会奥运资格赛中 仅仅错失了奥运资格 然而 尽管无法在今年夏天的最大舞台上竞争 将计划继续跳舞 并转型为教授和培养下一代霹力舞者 这项运动在2020年巴黎奥运会的项目中被加入 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中被取消 将相信霹力舞需要曝光才能绝壮 与世界级舞者竞争事促进舞蹈文化和交流的一种积极方式 逃离香港的价值陷阱绝非便宜 路透观点 私募股权公司正在关注香港上市公司 Samsonite Galaxy 10和ESR作为潜在目标 因为他们的股票在金融中心表现不佳 这些企业表现良好 可能在其他交易所上市时能够获得更高的倍数 股东可以向任何买家要求丰厚的日价 如果央行今年降低利率 资金成本将下降 这也有助于刺激大型交易 与许多以中国为重点的公司不同 这些企业正在稳步增长 然而 香港的规定要求至少 75%的无利害关系股东批准收购 这可能使得企业逃脱香港的价值 陷阱变得代价高昂 香港研究中心推出人工智能工具 协助脑部手术程序 南话早报 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心 Care 推出了Care's Co-Pilot 1.0人工智能工具 只在协助神经外科医生进行 複杂的脑部手术 该工具已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进行了内部测试 能够从学术论文终生成信息 以确保答案的准确性 该工具已经在各种数据库上进行了训练 包括文本、图像、MI和CT掃描 只在通过结合多个信息来源 帮助医生做出更好的决策 Care是中国国家研究机构 在境外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 中国股票因底部投注 而重新回到全球投资组合 彭博社 多种因素 如中国从经济低迷中恢复的决心 收益稳定、经济回暖的迹象 以及外国资金的回流 使投资者相信市场正在足底 在几个月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后 中国的股票指数从2月份的低点反弹了百分之十以上 更严格的控制和高科技推动 中国最大的年度政治事件的主要要点 CNN 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发誓要成为一个高科技强国 尽管其经济陷入困境并与美国进行科技战争 这一承诺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做出的 这是一个高度编排的事件 让人们罕见地撇见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此次会议还见证了中国推动将其经济模式 聚焦于技术创新 李克强总理呼吁增加国家科技预算 此次会议还试图恢复对经济的信心 领导人们对2024年设定了约百分之五的 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 他曾被誉为中国的该傲 现在民族主义者正对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展开攻击 CNN 中国民族主义部落客政描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莫言的真名是管莫也 他在20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以描绘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而文明 包括吴万正在内的民族主义评论家 指责莫言、歪曲历史并攻击共产党的革命遗产 吴万正呼吁莫言道歉并向中国公民支付赔偿 这起诉讼是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增长的最新例子 共产党最近对不符合党的官方历史 聚述的异议观点进行了打压 异议声音对这起诉讼表示了反对 上海同志大学作家和文学教授张永生表示 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容忍 充满禁忌 莫言对这起诉讼没有发表评论 当局和官方媒体也没有对这场辩论发表意见 尽管教练吸出了积极的消息 三项铁人运动员奥斯卡 科金斯无员奥运会 南话早报 三项铁人赛选手奥斯卡 科金斯因患肺炎和新冠病毒而无法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 科金斯自2020年以来一直未参加比赛 每周进行20小时的有氧运动 比平常的30小时高强度训练要少 他的教练安德鲁、莱特表示 虽然科金斯正在潮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他的免疫系统存在一个尚未确定的潜在问题 莱特鼓励科金斯专注于2025年的全国运动会 并给予他恢复的时间 香港房地产所有目光都集中在长和资产项目上 以获取价格的方向 南话早报 香港的房地产部门将密切关注长和置地 如何定价其最新项目黄竹坑的南海岸 以判断市场走势 上一次长和置地推出项目是在游堂的海岸线意期 该项目的655个单位定价是7年来最便宜的水平 南海岸预计本月推出 将包括1200个单位 作为南区第三期与港铁合作开发的一部分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道世界的陆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和香港的新闻 首先 中国体操王子李宁考虑将他的运动服饰公司私有化 这一举动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而在房地产市场上 九龙仓集团表示 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低迷 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此外 中国股市开始见证牛市的出现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个积极的讯号 在其他新闻中 小米进入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推出了SU-7系列车役 而在印尼 一名日本男子因被指控参与投资诈骗案被逮捕 并将被驱逐回日本 此外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对香港产生了重大影响 引起了对高度自治和独立司法的质疑 同时 英国的工资增长放缓可能会促使英格兰银行降息 而美国加强对中国激光雷达技术的审查也引起了关注 最后 我们还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例如一位香港的水管工人转行当匹力母教练 以及一家香港的研究中心推出了人工智能工具 协助脑部手术程序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国和香港的最新动态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致富、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致富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指示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